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苹果妹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查询 相片的档案大小以及其他资讯 相信使用iPhone的人都曾经遇到过这个困难 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查档案的大小 今天我会教两个方法 一个是透过捷径 然后另外一个是透过第三方的App 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来玩玩看 那开始之前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 首先要教大家就是利用捷径的方式 来查询档案的资料 像是这边我点选相片资讯 它就会跳出这样子一个视窗 显示它里面的内容 甚至它档案名称 还有它的宽高 还有档案大小 它这些都是可以客制化的 你也可以再加更多资讯进去 那这个要怎么写呢 首先你先找到你的捷径这个App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就看到很多捷径嘛 你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选加入动作 然后按下右上角的媒体 点进去之后往下滑 然后滑到蓝色这边有一个 从输入项目取得影像 这边从输入项目取得影像点这个 然后输入这边呢 你就会可以选不同的输入接近嘛 那这边就选接近输入 接着我们再按一次加号 这一次呢把它关掉 把媒体关掉 然后在这个搜寻栏搜寻显示提示 显示提示 这边显示提示 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是否要继续 你就点这个 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客制化自己想要的内容 那内容的标题呢 就是在这个变数里面 变数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一个影像 这边就有所有关于这张相片的资讯 你都可以选择 那前面呢 就看你要不要打一个标题 像是名称啊或是高度 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就知道了 假设呢 我现在想要取得名称 那我就先打名称 输入名称 然后后面呢 你就按变数 然后按影像 接着呢 名称打勾按完成 这样子呢 在相片里面点选这个捷径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名称 然后后面是你的档案名称 这样子 或者是你懒得打前面的标题 你也可以就是只有后面的 这个选项也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要新增下一个 就是换行 然后继续我想要来一个宽度 或者是你也可以先都打好 先打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选择变数 然后按影像 接着呢选宽度 然后这边呢 一样我们选变数 影像 然后高度 按一下完成 然后档案大小这边呢 一样选变数 然后影像 然后你就去找档案大小这个选项 或者是你想要更多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增加这样子 那我今天就是先示范几个简单的 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其实就写完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呢 接下来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点点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取自己的捷径名称 它会出现在你的分享选单当中 那我这边就帮它取名相片资讯 然后这边记得要按 在分享表单中显示 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它就加入你的相簿分享选单里面 我们来试一次看看 找到一张相片 然后按左下角的分享 点进去之后呢 往下滑 大概你们的位置 应该是在列印的下面 你就会找到刚才你做好的 这个相片资讯的捷径 它就点一下 它就会用这样子一个视窗的方式 显示你刚才打好的那些东西 那我刚才说前面要打这个title 你也可以不要打 如果你懒的话 那这边按一下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教大家 如何利用第三方的app 很快的让你取得相片的资讯 那我先示范一下这个成果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你的分享表单当中呢 会有一个metaphor metaphor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app 你就点进去 然后它就会出现所有关于这张照片的资讯 包含宽跟高啊 档案大小啊 或者是这是用哪一台相机 哪一颗镜头拍的啊 那哪一颗镜头你可能要自己去推论 就是利用它的光圈跟焦距 它没有直接写出来 就是用广角镜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做吧 首先呢到你的app store下载metaphor metaphor metaphor m-e-t-a-p-h-o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彩色的尖角的圈圈 然后按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把它打开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画面 然后这个app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全英文的 但是你设定好之后 其实也不太会用到这个画面 所以是还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可以看得懂的 那这边呢它就是在问你说 要不要让它取得你的相片资讯 那你就选 Allow access 然后选允许取用所有相片 这边呢它就是在教你要怎么用这个app 就是你要到分享选单当中 然后点选这个metaphor的名称 然后它就会出现刚才那个画面了 然后这边呢你就选enable extension 它就会进到你的分享选单里面 这边呢就是它要让你把这个metaphor加入你的分享选单里面 那如果你这边没有出现metaphor的话 你就按下面的add it actions 然后里面你就会看到metaphor嘛 按一下左边的加号 然后选一下右上角的down 这样子它应该就会出现在你的分享选单里面了 然后把它关闭 接着呢找到一张相片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选单 点进去之后呢这个metaphor就会出现在拷贝照片的下一栏 你就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就像我刚才讲 它有出现所有的资讯 而且最厉害的呢就是它可以侦测到这张照片 是用iPhone的哪一个模式下拍摄的 像是夜拍模式它曝光几秒啊 或者是它深度融合用了几张照片啊 都会在这边显示哦 然后这边的这个右上角的分享键啊 它是指分享资讯而不是分享照片 所以如果你要分享照片的话还是要回到上一页 回到这边才是真正的分享照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它是用夜拍的话 会出现怎样的资讯哦 那这边呢就会出现Night Mode 然后下面就会有写说它融合了几张照片啊 或者是它曝光了多久都会显示在这边 它甚至会显示你这个相机的软体是用什么版本的 所以真的还蛮方便的我觉得 当然你要选捷径也是可以 我觉得捷径也非常的好用 那这个是比较全面的版本 那缺点就是要下载多一个App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要查影片资讯的话 这个捷径或是Metafor都可以查询 那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Metafor它提供的资讯 就没有像刚才照片那么多了 也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资讯啦 我们来试看看 首先呢用捷径来试看看 然后一样就是出现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些资讯 按一下好 然后我们来试看看Metafor 它一样会出现一些比较基本的资讯 没有像刚才那么丰富的 就是一些档案大小啊 宽跟高的比例啊 或者是它的影片长度 那这边下面它也可以记录你的地点 捷径那个也可以记录地点 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写进去 好的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那你们有没有写成功或是设定成功 也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订阅 还有开启小叮噹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教学影片哦 另外呢大家也欢迎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会在里面分享我手机的使用心得啊 或是好用的手机可分享 或者是我的一些日常杂事等等的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